一个人真正的优秀 不是领导别人 而在于管理自己 这是曾看过的一句话 现在却感受颇深 人这一生 说到底 就是与自己抗衡的过程 赢了 成就人生 输了 回归平庸 而自我管理 把控日常细节 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正如安东尼罗宾所说 塑造人生的 不是偶尔做的一两件事 而是一贯坚持做的事 细节决定成败 习惯影响人生 想要成就自我 这十件自我管理的微习惯 一定要逼自己养成 学会记录时间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一天到晚茫茫碌碌 好像做了很多事 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做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 是因为我们 让自己陷入时间黑洞 发邮件的时候 顺手打开了微博 刷了五分钟 写文件的时候 看到蹦出的购物窗口 逛了十分钟 时间就在这样的小事中 一点点悄然流逝 若想改变 最简单的办法便是 学会记录时间 将一天花费的每一小块时间 都记录下来 你就会发现 我们以为的有效时间 很多时候都是无效浪费 每个人时间相等 但有的人 却能塑造不同的人生 学会掌控时间 才能更好的掌控人生 学会记录时间 才能活出不一样的自己 因为时间最是公平 想要变得更好 就要从日常的细节之处 改变自己 不情绪化地表达事实 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最讲究的 便是高效 快速 这就要求每个人 在与他人交往时 不能太过于情绪化 怒中之言 必有遗漏 情绪化地表达 只会给彼此带来 更多的麻烦 既伤感情 事情也悬而未绝 还图增格和 学会客观冷静地讨论问题 表达想法 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人沟通 三分靠内容 七分靠情绪 少一点误解 多一点共识 学会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懂得高质量的沟通 才能建立更为优质的社交关系 不总想着依赖经验 生活中 很多人喜欢走捷径 总希望能够依赖过往经验 让自己更快成功 确实 经验是过往的积累 生活的总结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若太过依赖于经验 只会将自己 由于思维定势中 难以突破 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 每一分 每一秒都不相同 用一样的经验 应对不同的事情 就像是用同一把钥匙 开不同的锁 第一次能够打开 那是幸运 但下一次再开 一定会被困住 经验可以借鉴 却不能依赖 有的时候 我们因以为傲的经验 不仅无法成为 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反而是禁锢 我们前行的枷锁 只有跳出过往 重新归零 才能步履轻盈 走得更远 建立自我奖励机制 目标 是前进的方向 奖励 是前进的动力 正所谓 上发分明 更得人心 在完成目标的路上 为自己设置一些小奖励 会让前行的道路 更加轻松愉悦 完成一件事 给自己奖励一杯奶茶 拿到奖金 给自己买一束鲜花 成功的途中 也许很艰辛 但每一次的自我奖励 让每一个休憩点 都是繁华万朵 黑天鹅中有一句话 奖励不需要很大 只要平凡就行 这里获得一些奖励 那里获得一些奖励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奖励 都能让我们的大脑 分泌出快乐的多巴胺 这样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会激励我们下一段旅程 走得更好 将目标量化成不同的小点 有时候 目标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 给人以强大的挫败感 让人无法跨越 其实 任何雄伟的山峰 都不可能一攀到顶 任何伟大的目标 也不会一蹴而就 那些登上顶峰之人 不过是将爬往山顶的路程 分成了几个不同阶段 一步步地走 一节节地爬 终会距离山顶越来越近 古鱼有云 日拱一足 公布堂娟 这个世上 没有人能够一步登天 稳扎稳打 步步为因 才是抵达目的地的捷径 学会量化目标 而不是全部的倾心投入 将大目标分解 称为小目标 一点一点做 一步一步来 人生就是这样 谁都不可能一次成功 持之以恒 才是最好的成功之法 学会做Plan B 我们在购买手机的时候 都会自带一个备份软件 如此一来 即使手机丢失 手机中的重要文件 也依旧存在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 备份定律 人生也是如此 凡是学会做Plan B 才不会在意外发生之时 让自己变得措手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 交疗尚存一支 脚兔犹藏三枯 在推开一扇门时 别忘了给自己打开一扇窗 正如一句西燕所言 学习用左手捡指甲 因为你的右手 未必永远管用 无论做任何事 都不要只想一种方案 做事多一手准备 人生就多一种可能 学会定期总结复盘 你知道一个围棋高手 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哪里吗 不是与对手厮杀博弈 而是独自一人 坐在棋盘前进行复盘 将每一步挫招记录下来 找出自己的不足 发现对手的漏洞 在反复推演假设 一步步精进其意 人生如棋局 做事如下棋 若是想让失败 变为成功的经验 那就要学会复盘生活 因为这世界 没有谁会永远正确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 都在于善于总结 学会自我总结 才能躲避更多的错误 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总结经验 调整步调 让前路走得更顺 也让自己变得更好 保持随手记录的习惯 很多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记忆力 认为自己听过一遍的事情 一定会深深印刻在脑海里 但记忆也有保质期 没有人能避开 爱宾浩斯一望曲线 很多我们当时认为 深深刻录在脑中的事情 会因时间变得模糊淡化 等到事到临头 才发现自己尚未完成 或是错误频出 正所谓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将每天需要完成的事情 记录下来 才能对日常计划 有更清晰的梳理 随手记录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习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用严谨认真的态度 对待生活 生活也会用整齐有序 给予你回馈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人这一生 总会遇到许多 难以跨越的难关 有人选择坚持 有人选择放弃 其实 很多难关并不难 而是我们不懂 换个角度去思考 就像通往罗马的大道 不止一条 而限制我们到达罗马的 从不是脚步 而是思维方式 平庸的人改变结果 优秀的人改变原因 最高级的人改变思维 思维转变 清风自来 撞了南墙 那就去寻找东门 西门和北门 无法执行 那就转弯 绕道 向旁走 千人千象 是无一面 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个多面体 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有千万条 换个角度 转个思路 你就会看到一条 全新的出路 做事要有提前思维 忠用有言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没有准备的盲目行动 最终只会一事无成 学会提前准备 才能将意外防坏于未然 让事情井然有序 班不就班 有调查研究表明 优秀的人 比起普通人 都会有提前思维 他们从不让事等人 而是让人等事 这样 无论发生何事 都能够从容不迫 得心应手 老话说得好 磨刀不误砍柴工 慌乱奔跑 只会失去目标 有序行进 才能抵达终点 余生 学会提前规划 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让事情 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前进 知乎上有人问 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 一个高在回答是 让自己行动的价值最大化 是让自己 变得更优秀的方法之一 真正改变人生的 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 都会在某个时刻 影响自己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